好,那我们这六天呢,觉得是一个男性的女子时安卓里面的一个组件 那我们今天开始呢,决定他的第二个组件 那个第二个组件呢,叫做广播接收者 或者你该有一个地方啊,叫做广播接收者 他们概念是一样的 那我就把这一名的题叫做广播接收者 或者广播接收者 好,那要想了解这个广播接收者呢 首先呢,我们先得说一下什么叫做广播 这个,就理解广播才能再加上这个接收者的定义 后追你就能知道广播接收者是什么意思了 好,那这个广播呢,跟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广播一样的 那早前呢,我在高中的时候当时这个压力的也比较重 所以呢,就是买了一个收音机,大概20多块钱也不到吧 20多块钱,然后装了这个5号电池,7号电池 晚上10点钟下班,就是下班 下自提回来之后啊,一般还吃 然后都听这个,当时中国之声里边的这个叫神舟一航 听过吗? 神舟一航或者叫烈空守望者多吗? 如果听过了,那你就 那你就帮助了这张年龄吧,如果差不多 如果没听过,那你应该就像梦见的同学 你们呢,这档节目呢,可能已经过时了 可以取消了 那这个广播呢,跟我们现实生活有广播一样的 那现在就得有关系看了 好,这个问题就是安卓里面 为什么需要广播接收者 我们的安卓里面,系统里面为什么需要有这个东西,这个组件呢? 原因是这样子的 原因是安卓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事件发生 系统希望,这个第三方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这个开发程序员呢 他们能知道这个事件什么时候发生 以及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它带上了什么数据 这是唯一件 安卓里面呢,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事件发生 然后呢,这个系统希望我们这个第三方程序 就是安卓在手机上面的实验程序员 能捕捉到这个事件什么时候发生 以及到底是什么事件发生了 它就把这些事件一广播的形式发布出来 那原来想收到这条广播啦 你必须得做一个广播接收者 你就得收到这条广播了 好,那把这个引记也认识一下 就安卓NCLID 系统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各样的事件发生 系统希望重续 叫第三方程序或者叫重续 有了,那才发生计员 请大家重续能知道 或者叫能辅迫 能辅迫这些事件发生 所以一广播的形式发布出来 只要注册了一个广播接收者 那么就能捕捉到那些事件 好,那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举个例子 说老师那这些事件有哪一样 你是说的各种各样的事件 那哪些事件呢 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这个 转型到来的这个事件 比如说电池电量的这些事件 但是属于叫举个例子 做人进到来的事件 还有呢 这个是向外拨号的事件 还有电池电量 电池的事件 还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开机起动完成的这些事件 好,那我就举一个强体 就是行了 好,那 假如你用了一款不放弃 在你的手机上外看视节呢 你看视频的时候 那个界面通常都是全平的 你甚至连顶上的那个状态 时间跟那个变质内来 你都看不见 把它给隐藏掉了 所以当你把这个 你的这个播放屏幕的 那个界面把它点开之后呢 它自己在右上角 有一个百分几的一个电量 并且你看着看着 到了大概提许20% 20%的时候 会采取来一个电话风 说什么当前电量 你不足 你运动多少就好 来到他们的训续是重建 或者是 你没有看着这个 在你看着那个视频 右上角呢 它通常都是以一个标记 就是一个图形号来标记 就电池电量的这个指标 来标记 当前电量到底是百分之多少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安卓里面的实践 那当然呢 这些实践 我们同学都会给大家 以再满的形式呢 好的 取集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网络接收者的电脑 开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